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邦到了当地 确实来到尼泊这边 语言障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 医务人员得有丰富的基础知识 然后在当地卫生院医务人员的配合下 那么跟病人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 慢慢过渡到专业的沟通 然后逐渐的发现病人的问题 病痛所在 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 采取最好的治疗策略 和更加的健康的一个宣教 让他们对自己的健康 更有这种保健的意识 我是第五次来到尼泊进行医者 他们以前最开始来的时候 也不太理解 不愿意来做体检 现在有很多会主动上车来进行体检 老百姓到健康列车来进行体检的时候 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宣传 提升他们的健康意识 然后做了体检以后的话 我们也会联合我们的卫生院 针对他们这些情况 再对他们进行一些健康宣教 为了提升这个当地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人员的一些工作能力 我们也组织我们的专家 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列车 可能长时间的驻扎在这里 最终还是要依靠当地的这个卫生技术人员 所以我们对他们进行培训 然后给他们建立长期的这种联系 通过这种方式 甚至我们还建立了远程的一些 方福的这么一些模式 现在还是可以一起来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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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累了 大师多年 大师多年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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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